中文字幕 李宗盛 由美美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日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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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換我們自己的被子嗎 會比較好看一點 我是覺得沒差 好 你覺得沒差 好 ok ok 好像我youtube也沒有 特別 剪接 對 都沒有拼接 來 是不是這樣臉子 有有有還做 自以為很專業的一個耳機 他 supposed to 很專業 欸 有點 是不是太近了 我覺得我綁起來好像比較有棋子 好啊 就這樣 好 那我們要開始囉 開始 開始 5 4 3 2 哈囉 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的鮮來美式第一季女人心事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美根 鮮來美式會在每週日更新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還有商案收聽 或是如果你想要看影音版的朋友們 可以在YouTube上面搜尋 美根張 M.E.G.A.N.Z.H.A.N.G. 會在每週一更新喔 每週一 如果 你想 如果你是在Apple Podcast 收聽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在評分處留下五顆星 或是你們可以留言分享你們聽完節目的心得 這樣就可以有更多人知道我們這個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的 先來美式 好啦 今天的這一集 女人心事呢 我覺得 這集是所有女人應該都會有同感 或者是非常需要學習的課題 那我邀請到我的好朋友 她是Dina 哈囉 大家好 我是Dina 那為什麼今天會邀請Dina呢 因為就是她前陣子非常勇敢跟非常大方的 在她的YouTube上面公開了一個 就是她分手的一個訊息 嗯 我覺得你就是做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勇敢 所以呢 我就覺得 我真的是 這個是所有女人都要了解的課題 所以特別請Dina來跟我們分享她的一些心路歷程 是是真的有東西可以分享是真的 那你先簡單的介紹一下你自己 OK 哈囉大家好我是Dina 然後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創作歌手 然後我也有經營的YouTube頻道 然後就分享一些生活的趣事 喜歡的東西喜歡的音樂或是一些Vlogs 實錄等等的 嗯 那你自己的感情經驗大概 簡單的說明一下 不需要太detail 但是可以跟她分享一下你的那個 談戀愛的 經驗嗎 對 我一直 我到現在還是一直在想高中 那到底算不算 你說那種poppy love嗎 對 牽牽小手 我根本沒有牽到手 哈哈哈 等一下你牽手也沒有 但是我們有口頭 我們有口頭上有說 喔就是我們是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 對 還是總會牽到 你們是男女朋友 然後連牽手都沒有 這樣有對嗎 對啊 會不會幹嘛 好啦 還是給她算一下好了 嗯 好如果有的話應該就 四人 嗯 目前有四 對有四人 嗯 這樣算就是正常吧 就是還普通 差不多 我也是四人 你也是四人 對 嗯 就差不多這個年紀 是四人 可是我也有認識 有朋友是我們這個年紀的 所以我們那個 沒有交過 母胎 母胎單身 對母胎單身 欸有有有有有 你知道母胎單身是我大概 這幾年才聽過的詞 應該是去年才聽詞 我以前不知道母胎單身是什麼意思 母胎單身應該也是 很近期才有的詞吧 我覺得是因為就是在網路上 開始有人說 欸我是母胎單身 就就漸漸的撈出很多人就發現說 欸 就是其實有很多人他們 是沒有談過戀愛的 嗯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沒有談過戀愛沒關係 但是我們先以一個過來人的經驗跟你說 對 如果你分手你可能會遇到什麼心情啊 對 或者是你會經歷什麼 就是 喔 那種心情真的是想到就覺得非常的 不舒服 哈哈哈哈 沒有啦我覺得我們今天不只講這些之外呢 就是怎麼面對這樣不舒服的情緒 就這樣我也會分享一些就是 愛情觀 嗯 對於那些不太單身的同學 其實也可以聽聽 嗯 對啊我覺得是ok的 ok的 那你最近一次失戀的時候 你 嗯 這算失戀嗎 你覺得你要用失戀形容嗎 還是就是分手 我覺得是可以分手 嗯嗯我覺得分手 失戀是不是比較像是你可能是 不好 不好的感覺嗎 失戀算是什麼感覺 我一直覺得失戀是一個單方面的 就是 一個人 這樣 嗯 然後另外一個人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 因為我覺得感情就是只要一個人沒有的話 那就是沒有了 所以 失戀應該是這樣吧 我也不確定 反正 失戀跟分手我覺得比較不一樣 是失戀是你可能 你還想要這段關係 對 但是你失去它了 對 所以你非常難過 就有種失戀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分手是一種 合約 是一種 你知道你自己要什麼 對 而去做出來的選擇 它比較不像是失戀那種 比較被動的感覺 嗯 我自己覺得 我可以接受 對對對 那你最後一次分手的時候 你的那個心情 是怎麼樣 因為其實Dina她 最後一段戀情 很多人都會覺得蠻穩定的 對 因為我們也在一起三年多 嗯嗯嗯 對啊 到後面其實彼此知道 有一些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嗯 對啊 但是 就 還是 心裡那時候還是很難過 因為 畢竟待機這麼久 然後 有很多共同的回憶啊 然後也一起磨合了很久 嗯 就會覺得很不捨 然後覺得很像可以 所以我們是不是不夠努力 嗯 就是有時候會有這樣的念頭 對啊 但是 最終 最終就是 兩個人算是都達到一個 就覺得 嗯這樣還是最好的選擇 嗯 對 那你覺得說你剛開始就是分手的那個階段跟你可能從分手之後走出來的那個心情上有沒有什麼很不一樣的轉折 喔轉折超大的 嗯 我覺得剛分手 不管是被分手還是協議分手等等 你一定會經歷一個超級困惑期 嗯 然後這個困惑期會讓你非常的脆弱 就是 你會對於 你的每一個想法 你要做的事情 你的 你當下想要選擇怎麼去面對一些這些不一樣複雜的情緒的時候 你是很不果斷的 嗯 你會一直飄來飄去 就你有時候會覺得 喔我好想要回去 有時候會覺得不行 有時候會覺得喔我好討厭他們 有時候會覺得不行我要他快樂 就是你會一直很脆弱這樣飄移不定 所以你那個期間你會很困惑 嗯 然後很脆弱 到後面這個階段之後呢 就透過時間 我覺得應該就會慢慢的 你會越來越果斷 你會越來越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嗯 自己要做的選擇 然後要怎麼樣去讓自己變得更好 是 對 那你一開始你是 就是 怎麼走出來的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 嗯 或者是 就是可以分享給聽友們的建議 哈哈 聽友 因為我知道你剛分手的時候是意思 就是 喝酒 對 對 oh my god 好恐怖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可以 就是我剛分 對 剛分手的時候我就是 每個週末都一直出去玩 嗯 就想要不要讓自己空下來 嗯 然後一直讓自己補齊 一直填滿那些空閒的時間 然後去認識新的人啊 讓自己轉移注意力這樣子 我覺得那是一種方式 嗯 但是我不太建議這麼久 呵呵呵 這樣好像沒有很好 嗯 嗯 應該是說也是可以 但是你要給自己一個期限啦 嗯 就不要一直在續久 這個期間太久 嗯 對啊 我覺得我能夠給的比較好的建議 應該就是你要找對的人去講話 嗯 去分享你的心事 是 就是跟朋友聊聊啊什麼的 而且你一定要找適合的人聊 嗯 對 然後 如果說 你沒有的話 你沒有辦法找到這樣子的人的話 你就是你要找 自己去找資源去救自己 嗯 假如說你去找 嗯 網路的文章 或是 去找 書 嗯 類似 分手 你要聊香自己的書 或是去 就是去 就是你要很主動的去照顧自己 嗯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當然你也要給自己 空間去 感受那個傷痛 嗯 不要說一直趕快掩蓋住 對 那我覺得給自己空間感受傷痛 也是一種 主動照顧自己的方式 嗯 我覺得你提到主動照顧這件事情很重要 嗯 因為 有些 可能比較 呃 怎麼講 內向一點的女生 嗯 或者是平常習慣 人家主動會去照顧她 或者是去 可能跟她說 欸你現在怎麼做比較好的人 可能會忘記要如何去照顧自己受傷的心 對 對 所以你可能就會好像一個在大海上漂流的感覺 對 就這樣一直飄啊飄 然後就是漫無目的的感覺 嗯 那我自己覺得我好像 面對分手 我是直接跳過你那個 就是想要填補自己空虛心情的那一段 嗯 我是 我通常就是會把自己關起來那一種 哦 OK 我就會一分手 然後立 立刻關起來 嗯 我在被子狂哭 哦 的那一型 就因為我也不是 因為我不是一個喜歡把自己的 就悲傷帶給朋友的人 通常 對 朋友看到我的時候都是我已經就是把自己照顧好 對 是一個好的狀況的時候 我才會去撿朋友 因為我會覺得說 如果就是我自己look like shit 就是朋友看到也會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嗯 可是我自己就是也有經驗是 就是我分手的時候 就我可能 就是跟 比較 也不是 我覺得不一定是說她要特別的 嗯 怎麼講 比較close的朋友 嗯 有可能是她剛好是你 你跟你這一位前任 你們之間她 她知道你們之間的狀況 對 她比較了解你們之間的相處模式 對 她不一定是要你真的 就是每天都要聊天的朋友之類 但是她知道你們的狀況 我就 嗯 跟朋友說 欸我分手了什麼之類 然後我朋友說 你還好嗎 什麼 要不要出來聊聊 嗯 而且我還記得我之前還有一次是 嗯 跟朋友說我分手了 我朋友就說 那我們就是出來聊天一下 我還說 我如果就是現在就出來 聊天的話會不會很廢 就我覺得啦 哪會啊 就我第一 因為我平常就是很緊 所以我就覺得說 喔 我立刻就是示弱 然後在那邊跟朋友那邊哭啊 什麼的 是不是就是一個很廢物的一個象徵 或是覺得說 喔自己就好像很弱啊 對 沒有辦法就是 振奮精神 對 但是我朋友說哪會啊 什麼什麼 你現在就是需要朋友啊 什麼 我就立刻說好 那我們今天晚上就出來聊 我就連續跟朋友聊聊了兩個晚上 也是 對 小桌一下 但沒有到就是飽和 嗯 我記得就跟朋友聊完天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就是心情很差 嗯 又有點微醺的狀態 嗯 我回家的時候路走不直欸 哈哈哈哈 我走都叫S型 那你應該超過微醺了 就 就這樣子大S這樣走回家 哈哈哈哈哈哈 後來想起來就覺得 這種回憶其實也是一個蠻好的經驗 你也蠻好玩啊 對啊 後來回憶想起來就覺得天哪 蠻蠢的 對 我覺得你剛剛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就是要 就是要讓 呃怎麼講 就是要提醒大家說 你是可以脆弱沒有關係 而且你示弱 其實是一種 就是一種療傷的過程 對 那是你一定要先面對你的脆弱 你才可以踏出療傷的第一步 嗯 對啊 我覺得有沒有跟朋友聊差非常多欸 欸真的 那個解脫的速度 嗯 因為如果你都一直就是把自己悶起來 關在房間裡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辦法 你自己的劇場會關不了 對 你的那個內心戲 其實就是一模一樣的劇場在上演 對 就是說 喔我們其實說不定原本可以更好的 嗯 或是 是不是我之前做錯了什麼 對 我之前不應該這樣子的 對 是不是我太情緒化了 是不是我要求太多了 對 我是不是我其實可以做得更好 嗯 而且我覺得女生 會特別容易會有一種 一直會覺得說自己好像做錯什麼的情緒 或者是 女生容易自責 對 會怪罪自己 對 對 所以你如果不去跟朋友講的話 你可能內心就會一直這樣譴責自己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現在如果是可能獨立自主的女性 嗯 或是聽我們Podcast的朋友們 嗯 都是希望對自己的人生是很有條理很負責 嗯 然後讓自己可能經濟獨立啊 感情什麼都獨立的那一種 對 你反而會很認真的一直去譴責自己的不好的地方 嗯 你反而太 你反而太過於批評自己了 對 給自己他都評論 嗯 我之前曾經有看過一本書 它裡面就提到說 其實女生們對待自己應該是要像是媽媽一樣的存在 喔 就是你應該要當你自己情緒的媽媽 嗯 你應該當你自己的就是溫暖的媽媽 因為我們平常可能在對待朋友的時候都不一定會覺得說 喔 他做錯了 他就是一個很不好的人 對 或者是喔他現在可能難過 但沒關係 因為他現在正在經歷了什麼 嗯 可是我們面對自己的時候反而會 會特別嚴苛 會超嚴苛 對 會一直譴責自己 一直把自己關在那個很可怕的黑洞裡面 對 對 沒錯 我覺得就像我有聽過另外一些說話 就是你把 你要對待自己像你對待你一個很好很好的朋友 嗯 對 對 其實類似的 嗯 所以我覺得分手跟就是對的朋友聊天真的是很重要 對 我覺得很重要 你要找 因為其實我有拍一部就是分享我是如何療傷的 然後其中我就有特別提到 你要找到適合聊的朋友 因為有一些朋友 他們不是不好的朋友 但是他們 他們比較critical 他們比較 會一直批評 對 他們比較屬於批評型的 反而會給你壓力更大 嗯 那他們的心意 他們初衷可能沒有惡意 但是 在那個很脆弱的時刻 你可能不需要 還不需要這樣子的批評的時候 對 所以對 你要自己過濾要去找對的適合的人去聊天 嗯 我覺得分手的時候其實 第一件事情要先建立好自己的安全感跟自信心 嗯 反而不是去想對方做了什麼 嗯 因為我覺得不管你們的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好或者是不好 那都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 嗯 可是當你在分手最脆弱的時候 其實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你對於自己的不安全感 嗯 所以如果有那一種 比較不具有批評性的朋友的話 他可以幫助你重建你那個 喔對 就是你的不視權 重建你的自信心 對 然後 讓你 保持 可以盡量保持正面 不要進入那個黑洞 對 提醒你這樣子 對 所以你覺得你當初走出這個分手 最主要是來自朋友嗎 我覺得是一連串 然後還有你心理建設 你自己心理建設 就是 首先你要先面對自己的脆弱 嗯 然後 跟自己講說 可以脆弱沒有關係 然後再來找朋友 然後我自己有主動找很多幫助自己 就是會聽一些有聲書 嗯 就是會 教你要怎麼去面對這樣子的 各式跳來跳去的情緒 嗯 然後 還有什麼 喔 我會想 我會think bigger 就是我在我的影片有提到 就是 你要假裝你是神 然後看地球上的你 嗯 然後你就會覺得你的問題變很小 是 因為你就想到說 天啊有些小孩子 他沒有家回 他沒有飯吃 他可能沒有辦法上學什麼的 那我在這邊擔心一個 已經沒有那麼愛我的人 嗯 或是根本不在 根本不在乎你的人 就是你自己 就是有一種是 你往 更大的方向 看待自己的問題會變很小 嗯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心態是 呃一種尊嚴吧 是 對 就是 跟自己說你不能再這樣悲傷下去 嗯 就是這個 這不值得 嗯 對 我覺得 就我有想過說 如果有 女生 就 我相信 大家可能身邊會 或多或少 曾經 自己的朋友 或是聽過別人的朋友是 有些女生他們是 好像 永遠感情都不順 嗯 常常都會聽到他們 一直在 抱怨說 好像找不到對的人啊 嗯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嗯 那我覺得你剛剛提到一個重點就是 當你有 這個時間 一直去抱怨自己找不到對的人 那代表其實你的生活的其他方面 也許其實都很健全 你不用擔心你沒飯吃 對 你不用擔心你沒地方住 就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有個人 他連住的地方都沒有的話 他哪會去擔心自己有沒有另外一半啊 對啊 或是自己 喔 或是自己有一個什麼夢想 嗯 創業或什麼 就是 有別的東西去 去擔心 對 你就不會想到這些東西 嗯 那你自己覺得說 你在感情裡面有沒有學會什麼 嗯 是一種 學 學習到 不管是可能人生經驗啊 對另外一半的了解 或者是對於自己的了解 因為我自己是屬於 就是 在感情中 我覺得我認識自己很多的 對 我覺得一定會 一定會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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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學會感情是 它不是一個 oh rainbows and butterflies 嗯 我覺得感情就是 a relationship就是work 你一定要包容 你一定要犧牲 嗯 我以前甚至覺得沒有所謂的犧牲 但是我覺得畢竟兩個人是獨立的個體 沒錯 你只要在一起的話 你一定 你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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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會希望對方 要你完全依著他改變他嘛 嗯 欸對 我剛剛講的道理 對不對 剛剛突然覺得文法還有點奇怪 你也不會希望說 對方 要你一定要為了他改變 對不對 所以一樣就是有一點你要 你要換位思考 所以你也會 要給對方這樣子的空間 嗯 那就變成說你要互相包容 互相犧牲 嗯 然後再來 我覺得我學到的是 嗯 好 雖然跟一個人在一起 你要互相包容 互相犧牲 但是我自己是還蠻相信愛情的 嗯 然後還蠻相信partnership 嗯 就是很相信人是需要陪伴的嘛 所以我會覺得這是值得的 嗯 我自己會覺得這是很值得的 嗯 就像你跟家人在一起 你跟朋友在一起 they're not perfect 你可能在一起久 你還算很厭煩或什麼 但是 最終 你知道你的包容 是值得的 嗯 對不對 然後就像你自己 你自己也不完美啊 你也會希望別人會包容你的 缺陷 或是你的 以前的過錯 沒錯 對 然後 還有什麼 我還學到就是 嗯 應該就是說 對於每一個人的 你每一個人的成長 你是逼不來的 嗯 嗯 對 我覺得每一個人成長 跟蛻變他有自己的時間 跟timing 嗯 你不應該把這個壓力 放在那個人身上 嗯 我覺得一切都是換位思考 就你也不希望對方 給你那樣子的壓力 嗯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要 要有耐心的去 讓 人 成長 是 嗯 然後 嗯 即使 最後你沒有跟這個人在一起的話 我覺得你也要有那樣子的心態去 去 希望 大家可以變得更好 嗯 我不知道 我這樣講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感覺 但是就是 一樣 如果是你自己的話 你也希望你做錯了一件事情 你也希望 別人 會原諒你 你也希望別人給你 a second chance to be better 嗯 對啊 然後我覺得我們確實也都是透過 我們過去的mistakes 去長大成長的 嗯 每一個人都需要 所以你不應該把那樣子的壓力 放在 一個人的身上 嗯 對 當然我覺得 那個錯誤還是要有一個底線 是 對 你不能去殺人放火 當然不行 對 但是就是 我覺得我學到最多的這個吧 嗯 對 我覺得Dina她 就是她是一個外表 看起來很 溫和 然後 就是一個小女孩 可是她的內心 其實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 我也真的內心這麼覺得 真的嗎 謝謝 謝謝 像是你就是可能 音樂之路啊 嗯 這其實都是需要很長時間的去 去找機會 或者是一直去嘗試 這都不是 像是你去公司上班 嗯 你做一個月你就會有錢 的一個工作 對 但是你需要投入很多熱情 嗯 跟心力才有辦法進一起來的一個東西 嗯 那像是你 就是我覺得像是你很大方的就是 怎麼講 跟 好好的跟前任說再見的這個能力 我覺得也是一個就是非常 很棒的特質 因為你不是可能去怪罪對方啊 嗯 或者是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會在網路上 攻擊前任 嗯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你要做起來是很簡單的 對 可是你要不去這麼做才是困難的 嗯 因為你如果不去做這些事情 代表你是一個很成熟的人 嗯 因為其實我覺得 嗯 通常在 嗯 如果會有人喜歡 可能抱怨啊 嗯 或者是喜歡 去說別人的不好的人 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靠自己的智慧去處理那一些 比較負面的情緒 嗯 所以他只能把那些情緒都丟出來 對 去讓世界的人 去 公審 去 去說這個人他做了什麼什麼事情 嗯 你們幫我來出氣 嗯 可是你把那些事情放在心裡其實是更困難的 嗯 那個是一個我覺得是 更高的一個 Level 跟成熟度才有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 你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女孩 完全不需要擔心自己的未來 哇塞 其實我也是蠻擔心的啊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我真的是覺得其實 當然你會有那個心想要 就是像我跟你說 剛分手之後會進入一個很脆弱的期 嗯 你的所有的選擇跟想法非常的不果斷 你有時候會想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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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時候想殺了他 有時候會想這樣 殺了他很這樣 浪費我力氣之類的 嗯 但是我覺得最終 我是覺得我沒有辦法 我覺得畢竟在一起三年多 嗯 然後我也 我知道他的好的一面 嗯 我覺得沒有人是 doesn't deserve a second chance 的 嗯 我真的覺得沒有 因為 因為我認為人們不完美 而且人們會做錯 嗯 因為有這些錯 你才可以去真的學習 然後給自己一個 讓自己變更好的機會 所以 我並不覺得 除非你真的是殺人 這真的不行 還是有個底線 還是要說清楚 對 但是就是我覺得每個人都 都 deserve a second chance 真的 對 我覺得如果就是有聽友們 現在可能 正在糾結說你的前任 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嗯 而你一直用那些過去的事情 讓現在的你沒有辦法前進的話 就是可以學習Dina的心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心態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為 嗯 對假設你的前任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情 你真的 不只是你可能會對這個人有不好的情緒 也有可能你會把這個創傷 帶到你下一段情緒 對 你會特別容易沒有安全感 嗯 或者是你特別容易 也許覺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愛 嗯 我覺得這都是很普遍 女生容易會有的心情 對 還有一點 你會把這個創傷 重新帶回到你自己身上 嗯 就是當你去傷害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你在傷害你自己 嗯 因為你你並沒有 你的那個怨氣還是在別人身上 嗯 所以你還是會覺得是別人在欺負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當你有那種被害者心態的時候 你其實是沒有成長的 嗯 然後就看 這時候就要問 然後聽眾 就要問你們自己說 你要變什麼樣子的人 嗯 你是要一個會成長變更好的人 還是你要一直活在過去 然後全都是別人的錯的那樣子的人 嗯 然後都不改變的那樣子的人 就是要看自己要怎麼去面對 嗯 但是我永遠是相信 你去傷害別人的時候 其實你是傷害自己 嗯 對 因為你這樣你也並不快樂 對 對啊 我覺得你剛剛還有講到的重點就是 你說你要不要用 就是對方的可能過錯去懲罰自己 嗯 嗯 因為我覺得就是 對 真的會變這樣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心態的話 這種心態就是會 一直carry在自己身上會很不健康 對啊 而且我覺得 如果想要找一個好對象 其實你讓自己整個人的想法啊 或者是 你整個人的內在是一個健康正向的心情 你的能量才會去吸引到對的人 對 對 因為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詞叫什麼 吸引力法則 還是什麼 類似什麼同流合污 靜末者 靜朱者刺靜末者黑 欸 是這句話嗎 對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私人這個 就是你講的 你是怎麼樣子的感覺的人 就會吸引你要怎麼樣子的感覺的人 對啊 就是看你自己 因為我覺得假設說 你現在看起來就是一個非常 易受傷的樣子的話 男生也會特別容易覺得說 他好像有機可乘 喔 他也也 也許他不是想要一個很穩定的關係 或是他沒有那麼喜歡你 可是他覺得你現在看起來好像 特別容易的可以接受他這個人的話 他也許就會趁這個時候接近你 對 但他不一定是適合你的人 嗯 我覺得也會有這樣的機率 就是你很容易變得很 眼 那要什麼 眼盲 應該是 就是你 因為你在脆脆脆弱的時候嘛 嗯 然後 你一定會看不到 你眼睛一定會真不明 對 嗯 那你覺得單身的美好之處有什麼 哦 ok 我覺得單身的美好之處就是你時間變很多 嗯 你可以好多時間做你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重點是你不用花時間在這邊一直焦慮擔心另外一個人 嗯 我覺得這點是very very liberating 很自由的 嗯 對 然後另外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一直花痴 哈哈哈哈 就是你可以非常大膽 你就是愛上各式各樣不一樣的明星 或者人啊什麼的 你都不會就是都不用罪惡感 可是有男朋友也可以啊 有男朋友就會 我是屬於只要有男朋友的話 我的心就沒有別人 哇 對 就是我連我只要有男朋友我連看 一些愛情劇什麼什麼的 就很難有感覺 真的假的 哈哈哈哈 你就覺得自己的愛情可是愛情是 對我就覺得我已經不需要了 我已經有了 那種感覺 天啊 對啊 所以你是屬於你會 你喜歡一個人你會真的知道你喜歡他嗎 我 因為我跟你說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就是 我其實長大以後我去回想我以前很 就是可能高中大學的戀愛的時候 嗯 我會發現其實我好像沒有喜歡那個人 啊這就是我跟我那個高中的 就是這樣 可是我知道我喜歡的東西是 我喜歡被喜歡的感覺 呃 ok ok 好我覺得這一點其實大家都喜歡 嗯沒錯 大家都喜歡被喜歡的感覺 對 嗯但是你也是要經歷過這一些 這一些 這一些 那要什麼 猛猛狀 這一些 懵懂無知的過程 對 你要經歷過這 你就要跟一個你沒有那麼喜歡的人在一起過 對 或是不是 你就是要經歷過這些東西 你才知道接下來這個人你喜不喜歡 接下來這個人 你喜不喜歡 適不適合你 嗯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嗯 我覺得你會 我是相信愛情是需要練習的 嗯 你到後面你會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知道 對 因為我覺得假設說你是一個聰明的女生的話 你在你每一段感情你一定會學到的是說 你喜歡一個人的人格特質有哪些 對 你不喜歡的人格特質有哪些 你會一起去思考 沒有錯 對 所以其實有點像是找工作一樣 你工作越早越好 對啊 你的男朋友你也會一直 越來越找到一個適合你自己的 對 因為你會越來越了解自己 越來越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自己不喜歡什麼 嗯 自己的缺點是什麼 對 誰可以包容 之類的 沒錯 對 談戀愛真的是要練習 欸 我真的覺得 要練習 我真的很推薦 母胎單身的人 就不管怎樣 你不要想太多 你就先進入跟感情 然後你一定會學到很多 然後你就會 越來越好 嗯 我覺得 完了我這樣會不會 就是給一個不專業的建議 你這個政治不政治 哈哈哈 但是我真的覺得 你真的拖越久 你會越害怕 嗯 但是愛情真的就是你要跳出去 嗯 然後 你從中你可以學到很多 然後 and then eventually 你會知道自己 適合誰 然後你就會遇到自己對的人 嗯 不然你沒有練習的話 即使對的人出現 你也根本認不出來 真的 對 而且我覺得你剛剛說到 說你有勇氣跳進去 這件事情很重要 嗯 因為你如果 我覺得談戀愛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 令人害怕的一件事情 對 因為當你在戀愛的時候 你就是 把你整個人的 愛情 或者你把你整個人的情緒 都寄託在一個人的身上 這其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對啊 因為這個人如果他有一天說走就走 嗯 那你的那個 你的心真的就是 像是碎掉的感覺 對 所以當 我覺得有一個成熟度以後 的女生 你還願意再 跳入這個 愛情的圈圈裡面 是代表你真的很勇敢 嗯 因為你有那個勇氣去承擔說 OK好 就算今天分手 嗯 我也有辦法承擔 我覺得那個是 真的是要練習而來 對 你才會有那個 氣度 你有辦法去 handle 接下來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你也知道它有可能會發生 但就算這樣 你還是願意 Give it a try 對 我覺得有兩種人 我覺得有些人可能會越練習 越害怕 嗯 真的太痛了 但是我覺得一定要相信 也是有另外一個人越練習 越知道自己適合誰 嗯 越容易找到對的人 嗯 就也許不用經歷那麼大的傷痛 嗯 所以有兩種可以走 但是我覺得幾 regardless 兩種 最重要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心 絕對 絕對 like 你的心再怎麼 再怎麼 broken 都還是可以癒合 嗯 我覺得你一定要 一定要相信 嗯 因為我覺得人生 要很精彩 然後要很 也不一定要精彩 人生要很 怎麼講 呃 充實 我相信大家都是想到一個充實的人生 我覺得人生要充實 就是你要有勇氣去 take that leap 嗯 No matter what 所以你 就要相信 就是你就要乾脆相信自己 的心情真的沒那麼脆弱 嗯 即使受傷了 他還是可以癒合 沒錯 所以沒關係 嗯 對 而且我覺得 就算你的心 你沒有這麼百分之百的完整好了 嗯 假設你內心是有一點點小小的創傷 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你可以 有一段新的感情的一個 階段 因為我覺得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喔我現在還是很害怕愛情啊 嗯 我現在還是很怕被分手啊 很害怕受傷害 嗯 你就想說好我都不要嘗試了 嗯 可是我覺得就是 如果是一個溫暖的男人 他其實是 他願意去承擔你現在可能 有一點點不安全感 嗯 他是可以接受的 當然我們不是說 你的不安全感是那一種 你每天每一個小時都要打一通電話去報備 那一種太誇張 對 但是有點太沒有安全感 對 就是先好好練習一下自己的人生課題 對 對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就是如果有一個男生 他是真的喜歡你 他是真的愛你的話 他其實是願意去 去照顧你 接受了那一個部分的你 對 對啊 所以如果真的遇到對的人的話 就是不要那麼害怕 因為他是會願意跟你一起成長去努力的 嗯 然後 eventually 你的那個broken heart 就會 heal 對 like it can be healed by someone else for sure 但是你自己要 還是 我覺得你還是要跟自己講很大部分的那個責任還是要在自己身上 沒錯 但是是可以 他是可以當做一個加速器 嗯 對 沒錯 對 真的是照顧自己的責任是在自己身上 嗯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曾經有一段時間是覺得說 我不開心是對方的問題 嗯 嗯 我就覺得說你為什麼不讓我開心 對 你為什麼沒有辦法讓我 立刻這個當下 心情就要變好 你應該要去做什麼事情啊 對 你應該要好弱啊 什麼的 或是你為什麼不 你為什麼不包容我的無力取鬧 或是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就是很不爽啊 嗯 那你為什麼 怎麼講 就是你應該要 你應該要就是handle my worth啊 嗯 那種那種心態對不對 我記得我以前是 以前真的會這樣子 我內心沒有覺得說你應該要 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我的潛意識其實是這樣子 嗯 我覺得你應該 要讓我開心啊 嗯 可是我 以後 就成熟以後 覺得這個心態真的是非常不可取 對 因為你自己要開心 你自己要想辦法啊 干對方什麼事啊 我也是後來才學到這一個課題 嗯 你看愛情真的是需要練習的 對 愛情真的是需要練習 因為像很多人之前有一個名言 就是說 oh if you can't handle my worst then you don't deserve my love 對 但我覺得這是 no not ok 因為 這樣很不負責任 嗯 就是你不能 你不能 期望對方 接受你的最爛的一面 對 就是你不能有這樣子的心態 對 因為 難道對方最爛的一面 你也要能 你也可以接受 就是 你這樣是一個很不正面的一個關係 對很不健康 很不健康 我覺得你應該要轉換就是說 ok I will try my best to to 互相包容 然後互相成長 嗯 我可以改進什麼地方 對 然後我就努力去改 為了健康的relationship 對 應該是要這樣子的心態 沒錯 你不能單獨那邊 這樣真的是無力去 嗯 而且我覺得就是 當你 假設說好 你的對象他真的是一個無條件 包容你到一個不行 你只要生氣他就立刻哄你啊 你只要怎樣就立刻就是 就是把你紅得服服貼貼的 嗯 可是你要去想啊 這其實是把自己放在一個非常 烈士的位置 因為當如果有一天這個人走了 那你的快樂就沒有來源了 對啊 就沒有 沒得滿足 因為這樣的 就是 如果你有這樣的個性 其實你未來要找到 願意接納你的男朋友 沒有那麼容易 對 因為 我自己長大以後才發現說 其實 條件好的男生 他們也希望 是一個 他們的另外一半也是一個成熟度很好 嗯 而且是可以跟 比自己 是一個 舒服的相處 嗯 不會有希望去找一個公主 對啊 來伺候他 因為畢竟兩個人的關係 我們大家都想要走長遠嘛 對 走長遠的話 就是 你要 然後 Nobody likes Being in a really super tiring relationship 對 就是一個人單方面一直付出 然後另外一個人一直無條件無力去鬧 這是 用屁股想起來知道不可能持久 哈哈哈 然後 其實這樣子對自己的 好你就說 喔對我就是公主啊 這樣子的心態的話 其實你對於其他的人際相處 你也沒有幫助 嗯 不只是愛情 對不只是愛情 你可能是友情會碰壁 友情或是親情或是什麼的 對 但是你最終一定要提醒自己 我們人最終是 我們不可能一個人生活 嗯 所以你一定要學會跟人相處 沒錯 我覺得到後 到後面就是你要學會怎麼跟人相處 對 然後怎麼有同理心 嗯 去一起建構 建構一個很健康的 嗯 一個網絡 對 對啊 而且我覺得就是其實 當你自己 把 你準備好以後 你遇到的那個人 他如果 也是跟你一樣 同樣的價值觀 也會一起想要變更好的時候 你那時候 得到的愛情其實是一個更完整的 一個關係 對啊 就是你們等於說 是兩個人可以不斷的一起成長 一起成長 對 你們的那個 中間的落差不會這麼大 對 假設一個人就是把自己當公主 一個人就是好像 像那個位階很低的話 大男人 就是關係會失衡 而且我自己覺得像是這種 權力關係 嗯 你一旦一步錯 後面就會步步錯 嗯 你很難去把它矯正回來 因為你們一開始的那個 就是 就好像有種 你在愛情裡面可是有階級制度一樣 對 你很難去把那個階級制度調整回來 嗯 所以你一定是要把自己 當成一個就是健康的人以後 嗯 你才會再遇到另外一個健康的人 對 因為如果你是比較略等的話 那個人不可能尊重你啊 嗯 那你 你以後你要自己做 為自己做決定或什麼的話 你會有那種 被不被尊重的感受 嗯 一定很不快樂啊 沒有錯 對啊 那如果現在有人正在就是 立分手的話 你有沒有想要對他說的話 哦 everything shall pass 就是 你可能在這剎那 你會覺得 哦 永遠看不到世界的盡頭 或是永遠看不到隧道的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口 嗯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一切會過的 然後 你 沒有想像中那麼脆弱 嗯 對 你可以讓自己 現在很脆弱沒有關係 就是 a part of the healing process 對 但是你就最終一定要知道 自己是可以再站起來的 嗯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 我記得我前陣子 我有拍一部影片 是說我25歲 學到了25件事 嗯 裡面我就有一點 我就有提到說是 it's ok to not be ok yes 就有時候 我們在一個很 很廢物 軟攤的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反而會一直 覺得說 我怎麼那麼廢 嗯 我為什麼這麼沒用 在這邊哭 你一直去譴責自己 可是其實你這樣的心情 也不會讓自己比較快好起來 對 反而會讓你一直陷入在那個 無限循環裡面 可是你如果 是 像是前面說的 你一個溫柔媽媽的角色 說啊沒關係 看待自己 就是你現在 在療傷 it's ok 對 沒錯我覺得這個很棒 對 就是要溫柔的 對待自己 對 yes 不要那麼 就是 批評 批評 就不要批評別人 我們也不要批評自己 對 有時候要真的要對自己溫和一點 因為像是我也是超級會批評 批評自己的人 也不是批評就是 我會 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我就會覺得說 喔為什麼我不能達到 我想要的那個階段 對 我就會覺得說喔自己好廢 對 那種感覺 可是其實從外人的眼光 他還會覺得說 欸其實你沒有那麼差 嗯 對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 不管在是不是愛情 都需要對自己 溫柔 溫柔的一個 要耐心 沒錯 對 那你覺得就是在談戀愛之前 有沒有什麼事情 是需要事先知道的事 我覺得你一定要有 有智慧去判斷這件 是不是恐怖情人 我覺得 我覺得人到 一定的境界 是會做出很瘋狂的事情 但是還是有一個線 不能跨越 嗯 你自己要 能夠有智慧去判斷 自己的人 會不會跨越這個線 嗯 因為 有這些人 跨越了線 這些人有時候 他所 他所製造出來的事情的結果 是真的 你沒有辦法承受的 嗯 所以 就是你一定要透過 專業的人士 幫助你度過 這樣子的結果 嗯 那一種 所以 你一定要注意 嗯 然後 再加上如果 好 假如說你加進 經濟允許的話 OK你可以請得起這些 這些人去幫你去度過 但如果你 你加進沒有辦法的話 那你眼睛要更明亮 嗯 對 然後 好 因為你更承擔不起嘛 我覺得這很重要 嗯 我覺得我想到了 就是這個 其他的我都覺得 只要不是恐怖情人 我覺得其他的 都 都有潛力 可以去變成一個很好的 健康的關係 嗯 對 我覺得在談戀愛之前 要多聊天 哦 從朋友做起 因為我覺得 好像很多人他們是 當你已經進入了一個關係以後 才開始磨合 才開始磨合 對 我真的很累 真的超累的 我也是 這次也是也有很深的感受耶 嗯 對 要先了解對方 然後再決定要不要 對 serious 對 不要一直衝動直接 對 想要談戀愛 對 就先跳進去 對對對 不要不要不要 就是先多聊天 而且這個聊天要是 我覺得要比較 全方面的 因為 像是我朋友可能在用Dating App 所以我就說那你們都在聊什麼 他就問說你喜歡吃什麼啊 或者是你喜歡去哪裡玩你的休閒娛樂是什麼 嗯 我就覺得這種東西真的不重要 要聊三關 對 你要聊的是 這個人的生活型態 OK 假設說你自己是個超級喜歡去踏勤的人 對 或者是你喜歡往戶外走 對 可是你現在Dating 就像是超級喜歡去夜店 每個禮拜都一定要去夜店的話 你們這個生活的型態真的差太多了 對 這個未來要去磨合 累不累啊 你每天晚上在那邊緊張 他現在在哪裡 對 我覺得那個磨合 有一些雖然我覺得磨合都是值得 但是有一些磨合到你的悲傷跟焦慮大於你的快樂 從中獲得的快樂的話 那就真的不值得 對 對 真的就是聊天不要聊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給的建議是 我們現在已經快要30歲 我們是有經驗的 嗯 不是那種還在談什麼POPPY LOVE 對 就是分手沒關係 因為現在我們這個階段 他真的是未來是long term的 對啊 他有可能是你下輩子二三十年的伴侶 對 所以真的要認真的去 經營 去看說這個人適不適合自己 或者是假設說你喜歡旅遊 旅遊這件事就可以想超多 有些人是會想要花錢買商務艙 嗯 有些人是出國要吃大餐 有些人是坐Airbnb就可以了 對 或是搭連架航空就可以了 對 這種都是非常不一樣的生活型態 都是要在 我覺得交往前就要知道的 你不要等到交往後 才發現說 喔 原來我們這麼不一樣 嗯哼 而且因為當我們已經活到這個年紀了 你要我們去改變自己的生活模式 也很難 對 就我就是喜歡 我就是舒服 要這樣子 你為什麼還要找一個人 來不讓你舒服 嗯哼哼哼哼 我覺得也是因為 對啦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有更年輕人的話 我覺得 都是可以試試看 It's ok 對 對 maybe 這個人帶給你的改變是往好的方向 嗯 也是不錯的 嗯哼哼 但是因為過了25歲 你更了解自己了嘛 對 然後你有愛情的經驗 所以你 當然你會有那個智慧去選擇一個很適合自己的 然後能夠長長久久的走下去的機率會越高 沒錯 對 對 那你對你下一段的戀愛有沒有什麼期待 嗯 這個嗯 而且有點長喔 大概五秒鐘 我覺得我已經 嗯 我以前會希望說 這個人要 要對我很有幫助 嗯 這個人要 能夠給我建議 這個人能夠帶領我或什麼 但是我覺得現在 反而我是希望這個人能夠 就是陪伴我 嗯 然後 嗯 度過快樂的時光 或是難過的時光 他都會在 沒錯 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嗯 他不用多麼的 厲害 就是 就是多麼的說 一定要 給你那種事業幫助啊 嗯 或是給你什麼 我覺得不用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Partnership 然後Companionship 嗯 就是陪伴 對 然後知道不管遇到多麼大的困難 他都會在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欸 嗯 我覺得 如果是在兩個人狀況都很好的時候 嗯 那種感情很簡單 嗯 因為你們就只要負責快樂就好 對 可是 最需要 要考驗的地方是 當你面對不好的狀況的時候 對方 願不願意在那邊陪伴著你 對 而且是你一定會面對的問題 嗯 我們人生到後面 你不可能 不可能 一風平浪靜 對 一定會有高力起伏 不管是煩惱啊 生活上的煩惱 世界上的煩惱 家庭的煩惱 經濟煩惱 everything 一定都會有 所以 對 那是我現在的希望 就是希望自己個人能夠 陪 陪著我 to the highest and to the lowest 嗯 我也非常同意 就是要找一個 能夠陪伴自己的對象 好啦那你 自己未來有沒有什麼規劃 嗯 嗯 我覺得對於 對於愛情這方面 就其實我還是很期待的 嗯 就是我還是很期待我的下一段 的愛情 只是 對 很期待 嗯 但是目前 就是還是先以事業為主吧 嗯 就是如果愛情來了 悄悄來了 那我也不會拒絕 嗯 嗯 嗯 接下來希望可以有新的作品 可以趕快讓大家聽到 嗯 對 我覺得這是目前我的目標 真的 嗯 那大家可以在哪裡找到你呢 呃 大家可以在我YouTube頻道 Hey it's Dina 嗯 然後Instagram上面 DNA底線CHANG 然後 還有什麼 哦 在各大串流平台都可以找到我的音樂 嗯 就找Dina 就可以了 對 大家真的一定要去聽一下Dina的作品 我記得我第一次聽你live演唱的時候 我整個下翻欸 真的假的 欸是什麼時候啊 就之前好像那個Google的活動 還是YouTube的活動 哦有可能 對對對 有可能 我那時候第一次聽的時候就想 天哪是在放音樂嗎 哈哈 因為我 因為我真的覺得就是 藝人 有時候你聽CD跟聽本人會不一樣 嗯 可是你就是聽本人會更正經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機會真的要去聽一下Dina的現場演唱 謝謝 我真的是說實在 我真的覺得我現場唱得很好 哈哈哈哈 自己說 哈哈 那你未來會不會有那個現場的 那個聽 那個什麼聽眾會演唱會 欸會欸 會 9月底 哦真的嗎 9月底 對我要辦一個我就是 創黑XDN的頻道來第一次見面會 跟聽 聽歌會 我也要去 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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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要留個位子給我 好 沒問題沒問題沒問題 好啦那大家如果你們聽完今天這集節目的話 有什麼心得 而且你很想跟其他聽友們分享的話 可以在Facebook上面搜尋我們 私密社團閒來沒事 在裡面你可以跟其他聽友們分享你 聽完這集節目的心得 或者是你可以在IG上面追蹤我 美根 我的帳號是 只要在現實動態上面分享 並且標記我都會看到喔 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回應 如果你想要看影音版的朋友們 可以在YouTube上面搜尋美根帳 在每週一會更新 那如果是在Apple Podcast收聽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在評分處留下五顆心 這樣就可以讓更多人知道我們這個優質的Podcast 好啦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下週日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欸你有考慮過你後面那一段 要直接錄好嗎 欸我之前其實有 可是我覺得好像這樣子比較 真實 對比較真實 就不會讓你覺得好像很沒有生命力的一段 就請大家聽完就太 就好像每一集都這樣 但你還是可以 你還是可以錄一個很有生命力的啊 請大家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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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有我有考慮 對喔 好之後第二集 第一集錄完 不然 不然這樣真的這樣 你每次講一年出來真的長很久 很好笑 所以像第一集好了 錄都錄完了 剩下就 現在還有七集要剪 哇 很多 加油 我們家 掰掰 啊 我都忘了那個燈光 應該還好啦